今天加州教育部公布2016年度加州学生表现 以及进度评估测验CASPP的结果 在去年的学习中 加州学生 特别是亚裔学生成绩惊人 英语和数学双双取得进步 在成绩最好的10个学区中 有6个都是南加华人聚集的学区 从加州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 在2015至2016学年 整个加州地区有接近一半的学生 英语成绩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比例相较去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 而在数学方面 也有将近4成的学生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同样比去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 在所有族群中 亚裔学生的表现依然最为抢眼 英语成绩方面 76%的亚裔学生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而数学方面 则有72%的亚裔学生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两项成绩均大幅超过加州的平均水平 今年是加州启用学生表现及进度评估测验 简称CASP的第二年 学区方面也希望这个新的评估体系 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校的教学水准 尽管换了新的成绩评估体系 是玛利诺学区依然再次蝉联冠军 无论是英语还是数学成绩 均列全州第一 学区内有90%的学生英语成绩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87%的学生数学成绩达到或是优于标准 据学区负责人介绍 能够取得这样傲人的成绩 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于课程设置的与时俱进 除了是玛利诺学区外 还有五个华人学区的学生成绩 也都名列前茅 位于洛县的拉可孟达学区排名第三 南巴莎迪纳学区排名第五 而亚凯蒂亚学区 尔湾学区 以及派洛斯福德斯半岛学区 则并列第九 洛城十八台晚间新闻 宋小云夜宇 圣玛利诺学区采访报道